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再来考虑在音乐上方安装 能听到吗 能问你 那还有 这里有个高级 高级可以干嘛 我问你 一个网卡可以绑进多个APT是吗 可以吗 没有任何问题 只要干嘛 您呢 啥意思 我现在是不是在这里本身有急盖片 如果我冤析也好 是不是在这里盖天气球 能听到吗 那我为什么需要多盖片 一块网卡 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这一块自然机 比如说 我在家里 只连的是118.1网卡 我到了办公室 只要128.0网卡 能听到吗 但是 如果我就算在这里签一个多的IP 两个网卡的IP都有 能听到吗 确定了 如果我签了两个网卡的IP 我连局的网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这两个IP都能上公网了 我想说什么 你可以在这里配两个网卡吗 你可以在这里配两个网卡吗 可以吗 可以吗 这样配 没问题 你随便写一个IP 它是只有两个网卡 但是我一直说网卡的情况 默论路约 如果你配到两个网卡 带来的后果是 很不适 而是什么 谁靠上 谁生效 也就是说 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有什么 应用的 那我今天就像我说的 我要是在公司和学校 是两个不同网卡 我要直接切换 那光靠Windows自带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不可以 哪怕配两个IP 表情也不可以 能听到 能听到 但 那怎么办 各位 Windows的好处是 第三方转件更多 你自己去改部 随便找个小工具 它就可以干嘛 自动写 它是自适应的 你只要把网卡写好 你插到哪个网卡 插两个IP 你先挨个试一遍 然后哪个通的就用哪个 把这两个网卡删掉了 明白 自食物 OK OK 但是牢牢记住 在默认情况下 你的计算机上 绝度能有 两个网卡 OK 那说明可能 还有其他特殊情况 有可能 对 通过一些高关注游戏的 一些特殊功能 有可能可以实现 两个网卡同时切换 就是随时直接切换 但是那都不在我们的 碳脑范围之内 它其实都是用的特殊手段 就是绕开的这个限制 明白了 但是归根解体的限制 就是我讲的限制 听这两个网卡都说什么 所以 一般来说 一台电脑配两个IP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好吧 我们聊一下这些功能就行了 有没有问题 没有 这颜色 我们都已经解释了吧 这还有个问色 好 这是啥 我不知道不知道知道吧 好吧 那我来说 各位 在Win95以前的 Windows当中 95 98吧 应该是 98也是 Windows 98 95 之前的这些特殊系统 它不是靠IP地区 来和局域网内通信 它不是靠IP 当时为Win95和Win98 只有上公网的时候 才需要是IP 在局域网内不需要IP 它靠的是什么 主机名 我是不是讲过 Windows有个特征是什么 啊 Windows有个特征是什么 在局域网内的主机名 是不是跟IP一样 啊 所有的人都干嘛 所有人的主机名都干嘛 必须是Win98吧 那么各位 在95和98的时候 它不是靠IP来通信 靠的是什么 主机名 OK 那好 它既然是靠主机名来通信 那我问 它需要用主机名和IP地区 直接做解析吗 就像我们说域名和IP一样 要吗 要解析吧 解析的时候使用的协议就是 Netless协议 看到了吗 也就是说 什么 我想它这里预留的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Windows 给自己来擦屁股的 啥意思 它的老式的操作系统 98和95 是不是不是靠IP来通信 靠的是啥 局域网 那我问 我们现在所有人都是认识的 最少是擦屁了 操作系统 但是万一在局域网内 有人还在用酒吧操作系统 有可能吗 有吗 那Windows98还能跟你通信吗 通不了 那怎么办 就需要干嘛 加Wins服务 能听到吗 所以我想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 淘汰了 OK 这是Windows给自己擦屁股用的 我们知道它是干嘛的就行了 具体的配置方法都不需要 你绝不可能在当前的情况下 在你的Windows当中 还看到Wins服务用的 在局域网 绝不可能 听懂了 所以重招吧 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就行 好吧 有问题 好吧 最后一个选项没什么说到 那我们是不是讲了一下TCP的 这个高级版的那种 嗯 有没有问题 嗯 好 好 来 控制面段 这个 也没啥好说的吧 啊 没啥好说的吧 最基本的管理东西工具 是不是都在这里 啊 嗯 那么 这里面有啥 主要功能添加意见 添加删除程序 哎 对了 多说一句 对了 对温度指导来讲 删除程序的时候 绝不能用键 直接删除 哎呀干嘛 嗯 担加删除程序了 为啥 这个基本概念有了 为啥 为啥 为啥不能直接删 删除干净 删除干净 会有大量垃圾冷件 是吧 那只有使用 担加删除程序 是不是才可以删除干净 但是我问 使用担加删除程序 它就真的能 删除干净吗 注册表演的时候 还是有大量垃圾性线 所以会导致什么 文多斯的C盘 是不是越来越大 然后导致 文多斯是不是越来越大 这事是不是都说过了 增加删除程序 有什么东西 需要我写是不用了 然后这些都没啥 现在在我们笔记本当中 是不是加了一个这个东西 其实这是在台式机里也有 但是不像笔记本这么重要 什么东西 它是不是可以选择什么 你接通电源的时候 你的CPU性能和屏幕性能的量 在断电之后 是不是用街灯摩扇 然后是不是就会在这里改 我不知道你们改过呢 改过吧 多说一个叫做MMC控制台 什么是MMC控制台呢 这个你们没见过 那么MMC和控制台是啥东西 看 在开始运行里输入MMC 然后回车 它会打开这样的东西 这东西你看得眼熟吗 我把它先做小话 看一下 啥东西啊 看一下 右键 管理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一样吧 一样吧 啥东西啊 也就是说 我们右键的这个管理工具 管理工具 实际上调入的就是一个MMC控制台 那这个东西咋用 我看 这里有个操作 然后 有这儿 添加删除管理来源 点开之后 看 在这里选择添加 看 Windows所有的常见管理工具 都在这里 也就是说什么 我们的这个Windows的这个右键管理工具 看到了 它实际上就是系统 我们准备好这里的MMC 管理工具台 看到了吗 那我是不是 它主要我准备了几个工具 一个是 计算机本机管理 存储 服务管理 对吧 我感觉这些工具如果用起来不爽 比如说我还习惯把某些工具加进来 那我可以干嘛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自听讲 明白了 你说什么 参加管理工 然后呢 参加 然后呢 比如说 我喜欢用安全策略 添加 本机计算机 然后呢 啊 本机用户和组 这个东西都是常用的 然后主策略 编辑器 好了 拆完之后 点确定 看 我需要的东西是不是都在这 啊 然后 本机计算机这个是不是就跟 我们的这个 就是刚刚的右键管理工具是一样的 啊 然后呢 我是不是还把服务 是不是单独拿出来 啊 我的所有的服务是不是都在这里 哎 服务管理 对Windows来讲 你们熟悉吗 啊 所有的Windows服务 是不是都会安装在这个位置 那 如果我想看 它这里写了一个叫做 状态和启动类型 看到吗 我随便双击某一个服务 你就说我随便找一个吧 第二次是可以的 你会发现 在启动类型里面有自动 手动和静动 而状态里面有启动 停止 暂停和恢复 我问你 这两个有区别吗 什么区别 启动类型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如果启动类型选择的是自动 指的是 我们服务器下次启动的时候 这个服务是否会随着计算机的启动而起动 如果选择的是自动 则这个服务会随着电脑的启动而起动 明白 明白 说什么 明白 嗯 那如果选择的是尽用呢 它指的是 指的是 指的是 我的服务 下次开机 随着计算机的启动 它不会自动启动 明白 那 Windows它有个概念 叫手动 这个概念就例子来讲的 它的意思是说 这个服务 下次开机 不会启动 但是 如果有其他服务需要调用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 不需要中国管理员统立 它会直接求 能听到 这是Windows Windows没有这个手工 OK 那 这里的启动和停止指的是什么 启动是不是指的是 服务器在当前系统下运行 停止呢 是不是就是在当前系统当中 停下来 明白 啥意思 启动类型 我们是不是指的是开机是否自启动 啊 而服务状态指的是 服务当前系统下 这个服务是否明显 有区别吗 有吧 所以 我习惯性地把它叫做自启动 把它叫做启动 OK OK 各位 好吧 首先搞清楚这个管理方法 其次 Windows大多的服务数量是非常巨弱 啊 各位 如果对XP来讲 这些服务我基本上都知道是 但是 我们在N7 服务数量比这个要多得多 现在是不是还有W10了 我还没装呢 那肯定是比它还要多 那首先我说 我说 对Windows和Linux服务器来讲 装完系统之后 我说如果是对服务器 我们是一定要做服务器优化 那什么叫服务器优化 那最基本的一个功能 其实除了这个还有越大 但是最基本的是 把不需要的服务是否全部停止 为什么 对 对 开了服务越多 是不是越浪费系统资源 对啊 开了服务越多 不好挫费攻击的可能性 是不是就越大 没错吧 那各位 也就是说 你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些常规服务 不需要的时候都应该请一下 啊 会听吗 会听吗 不是 不是会不会听 是你知道听哪些吗 知道吗 可怎么办 怎么办 打肉可以吗 对 像古老的系统 XP 这种东西都已经非常成熟 百个人找好 但是 非常新的 像W10 或者W8 就不一定能找去 那这时候怎么办 首先我们说 第一种方法 最笨的方法 这里是不是都会有它的这个 说明 能看懂的 你觉得不需要了 是不是就把这个停掉 看不懂的 怎么办 全停了 看不懂的全停掉 看不懂的是 你压根别碰它 我可提醒你们 比如说 看看这个 你们知道这种 你知道它干嘛 知道它干嘛 我也不知道它是干嘛 但是我知道什么 如果你把它停掉 你的Windows 就再也启动不了 甚至进入安全模式 都进不去 只有一个解决方案 成功了 我为什么知道 我们当天在乎其量干过 哎呦 这是个啥特殊 我看了半天 哎呀 没啥有 而且想也不想 又再停了 停完之后呢 当时没啥事 一重启 起不来 用尽办法起不来 就登陆不进去了 就安全模式都进去了 然后冲装 最后发现 就这个样子 在虚拟机里测试 就这个样子 一撞 一停就没有 所以我说 如果看不懂了 干嘛 别去横了 听到了 我都说什么 听到了 好了 各位 这是笨蛋 有没有更好一点 咋做 抓了360也好 行不行 360人现在是有这样自带的功能 有吗 有吧 用360人呢 他是不是会首先 会把他认为 确定不需要的时候 全部停掉 然后呢 你在手工去停服务的时候 他是不是给你个建议 建议你维持现状 或者说 有百分之多少的用户 已经停过这个服务 你如果超过百分之三十 你是不是就可以停止 但你不需要的服务 听懂吗 啊 有没有问题 好 哎 我的服务器上 需要装360了 4208可能装备了 那些东西只是针对个人安排 OK 那时候可能就在干嘛 收工来做 啊 那就买了 那就付费了 反正我又用我 我不一定用那些东西 反正我又反正也挺流氓的 你真用他的东西 说不定给你偷了什么东西 是吧 有啊 有这可能 好了 这是服务管理 OK 此番管理 我们后面讲分区的时候 会详细再来讲 好不好 啊 用户和组 没啥说的 可不可以啊 啊 用什么套 对 我们后面还要去讲用户和组管理 里边我们会简单看一下全线 其实最主要是全线 OK 啊 好吧 然后呢 这个策略管理 我们在后面来说 这里有一些策略 你们可能从来没有用完 这个东西才是控制Windows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我之前说了 你的用户的登录 可以尝试输错三次密码 如果输错之后 几分钟不让你再重新输 明白他说什么 跟手机策略一样 明白他说什么 啊 那这个都是可以设置的 只是你们可能从来没注意 听懂了 好啦 别着急 我们后面再说这个 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东西 是不是就是NMC管理来源 这里面其实具体去分什么模式呀 选项 我都不用管你 会用起来 会了吗 会了吗 把它牵出来之后呢 我是不是可以保存下来 比如说这是保存在桌面上 这是什么 5 我的控制器 OK 然后呢 在这里 以后我用刀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来 看到了 其实是不是就是相当于 Lunders那些优先管理工具 其实它们所有的管理工具 是都可以加进来 完全做一个你自己习惯的管理工具 听懂了吗 有没有问题 嗯 MMC 控制器 非常简单的东西 有没有问题 啊 好 这里是不是还说了一下系统工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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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 这里面是讲的什么 什么设备管理器 共享人家家是智 然后什么的 嗯 我的系统工具 在哪 然后这里是不是讲的这个 嗯 社会管理器 没啥说吧 好吧 啊 服务管理 刚刚是不是说过了 啊 OK 注册表 有没有问题 任何Lunders 是不是都有这样一个后台的用选 啊 注册表还是挺麻烦的件事 为什么 它里面是不是分为了 四层配置单元的 像子、像和尺 然后呢 默认有这五个 配这个注册表的 这个管理单元 怎么打开 这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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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 默认是不是我们 里面保存的是 对应的不同的 相关情况下的这个建设 但是我说 注册表 基本上没有办法 手工去修改 除非 你百度找到一个关键字 比如说 我们想干嘛 把装备的什么快捷方式去掉 删除某些快捷方式 比如说 我的电脑这些东西不需要 是不是在注册表上可以关键了 啊 那这种情况下是什么 你若得有明确的功能 然后百度去搜 然后它明确的告诉你 建制在哪儿 然后谁才能改 如果让我们自己去改 这基本上不可能 这个东西是一个 完全无法 就是 就是 除非是 就是开发这个家伙的人 可能都不一定能搞明白 OK 内容像太多了 所以我们会说什么 你的温度数数会越来越大 因为导致这里面是越来越多 OK 删除了也就是删不干净 所以有个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知道怎么打开才不行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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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老板 这个东西再多说也没有意义 好吧 那么 那么 这两个一样 IJ1接下来器 还有这个注册点 这跟银器 两个随便打哪个都能打 一样 OK 好 这是Windows的基本使用方式 可不可以 相对来说 比较有用的东西 可能就是什么 I-M-C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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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